万华是台北市最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承载了几世纪的风光回忆 这里的好滋味却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 反而带着一股强劲的力道 在这巷弄间努力茁壮 就参加这老商品的主角这么厉害 那是到现在应该也百万回 诶 诶 诶 怎么这么年轻 没有啦 这我们阿公啦 阿鸟喂 你跟你阿公怎么会学到这么省 哦 是人省的因为这是古代的遗传 不但民母也省了而已 念我们的手的红烧肉 黑白切 自日本时代就不跟牧羊都同一个手 讲到万华的古早味 那可是让人怀念再三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店是渐渐的少了 这间一肥仔面店 里面挂着老照片 说明了店家传承下来的好滋味 但是老闆阿兴杰啊 为专用你的店名的叫做一肥仔呢 以前在家就是在头前有 西中贵 贵王贵的口 土地公廟的头前就是贪犯 那就是在那里开始卖 本来我们母的名字都叫他肥仔 那时候大肯也叫他肥仔 肥仔那时候去学校名说 减一位 减一位整个都给他下去 以前阿公在日本时代就做这个 做这个油汤 因为大家庭嘛 要吃就有了 所以一直做做到现在 我第三代 我们女儿子第四代已经出来在做了 自台湾开始发展以来 帮家做工的人就很多 做事人需要补充很多贴力 因此没有油汤 是以前是大 炭钱拼成我最稳定的方式 幸迹今年六十多月了 自小时看阿公白丹做生理 到现在接手也三十多年 每天油盐早早起床 就是要来关火开店 来让家庭头买吃好吃饭 照理说我们店里面的好料 应该也没做 幸迹你一个人准备 一斤的乎 本来我们的东西都差不多六点左右 就市场里面 在那个中历的蚂蚂蚂 那里面提供 我买这个 我们最主要有家庭 地心啦 地瓜啦 西洞啦 西洞啦 地头皮啦 一定会同样 这没有同样 绝对不新鲜 既处理 灰水啦 什么都给汆烫 汆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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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到这里 就是我们今天要买的高汤 买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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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这些 延伸 因为小锅起来就是 炎脂炎味 我们的脆 大锅就是 白骨汆是限量 每天就是这样 在烤 烤到柜头 有味道 我们再烤一锅 会用小锅的锅 来煮菜头白骨汆 那是因为时代改变 依旧消费人口座 所以要烤大锅汆 才做的辅味 现在吃的人就 煮小锅还是嘟嘟的好 但是阿公对菜式 当头的要求 搞好阿兴杰 他也有关更迟 资利有一甲子的 一北仔面店 却是采用 现代企业客制化的 经营方式 真的让人想不到 我看这些菜头白骨汆 它去黑白切 这么多款 要拿出更厉害的菜 应该是很拼的 我们的烤烤肉 就是阿公团入了 团入的最主要 它的肉 是好像说温体猪 因为我们这里的人 比较买肥的 所以我用 比较松阪的一股 平常的肉很辣 它的肉 我们要用 煮烤烤烤肉 就去采 你烤烤肉 下去采的肉 它煮得很香 因为烤烤 冬天才有 冬天它继续 往上煮烤 再放到油鍋去炸 雖然過程比較複雜 不過炸出來之後 那天然的香氣會輸人吃不下 這紅糟做的紅燒肉 不只色澤看起來不一樣 還是一肥仔店裡面 最受人歡迎的招牌料理 不怪對阿公那一代就團成到現在 加上豬油飯 菜頭白骨湯 這樣古早味 總是讓人吃得到的 這豬油飯 只要自己放豬油進去拔 我們這是黑豬 黑豬肉的豬油 拔那個油起來 油泡把它撈掉 以前的油泡可以說 拿菜的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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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的吃 那油泡是很香的 這就去炸油蔥了 油蔥放起來 放給炸 就是炸油跟油蔥 就去染豆油膏 然後用豬油 豬這個味道香才會好吃 白骨都要熬很久 還有熱 很熱 如果把它撈起來 就敷起來就很好吃 很香 這個白骨 我有用洋蔥大骨 進去烤 因為洋蔥烤湯會燙 就是很香 有些人進來都配這些小菜 尤其這個紅燒肉師傅 阿公 以前下來都用洋蔥 這洋蔥下去的氣味有夠香 吃起來就是那個洋蔥 豬汁 豬頭皮這樣 這我就黑白切 主要他這個豬肉 這北來的東西是 現在黑豬肉的北來才會豬 就像參加豆油跟薑絲就很香 就很好吃 你吃起來就很濕 我十五歲就在跟阿公倒三天 所以他在做的東西我都有在看 看那麼久也會影響 現在人家水滾一包大多分 炭下去就好了 每個地方都不用做了 也很簡單 我們傳統的傳這麼久 就是三個東西就要再燙掉 然後再燙那個味道出來 所以那個燙蔥才會香才會好吃 老闆罵阿豬 從年輕就跟行政做花棒阿公做行李 他們所看到的 除了是台北經濟中心 從西邊轉移到東邊 他們也看到了科技進步 讓素食文化佔據了生活重心 忽略了慢工出戲活 熬燉成好湯的傳統飲食觀念 一肥仔麵店 堅守著猛假的古早味麵食 不應追求利潤而忽略了初衷 卻更要求自己在代代傳承的過程中 要把最好的古早滋味給更多人享受 日日好味 Perfect 本節目由折聲欲用名點冠名播出 本節目由折聲欲用名點冠名播出 本節目由折聲欲用 本節目由折聲欲用